红色狮头 浓眉大眼 头顶上有八卦及七星蝙蝠 狮子额头上有大大的王字 两侧脸颊有八仙的法器 下巴还有股钱吊着天树 设计需求全来自一位香港人 因为一个狮头这么大 你把我说这么多的东西 没在里面 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布置 狮头工艺师表示 香港人口述的这个狮头 是传统的敏诗设计 他自己也很好奇做出来的样子 最终终于创作出来 香港人要的是绿色 自己多做了一支红色作品 我礼拜二传给他 他礼拜三 11跟2个人 从香港飞过来 我只要怎么给你唱 因为我怕人不带走 绿色我抓着 红色我自己留下来 除了传统台湾诗 还有自己创作的花诗 石头工艺师表示 花诗是将传统台湾诗的图腾立体化 运用各式的纸意 与边界技巧 大胆运用其他色泽做变化 并命名为陆港花诗 重点的理工 你正面的话 要让他笑语音的 可是你从侧面看他的时候 你要让他觉得 他有微而不怒的感觉 花诗有金色银色白色 甚至还有紫色 有的还可以眨眼睛 颜色千变万化 22件作品展出到2024年2月底 欢迎民众一同感受 陆港独有的陆港花诗 新台大台电视 叶齐红台湾彰化采访报道